另外来看到台中厚礼一间橡胶工厂半夜突然起火了 由于内部堆满了一人的橡胶制品 消防队到场的时候 工厂已经陷入了火海 加上附近缺乏水源抢救非常的困难 消防队从天黑到天亮 努力了五个多小时才将火势扑灭 虽然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 但是一把火也烧出了问题 除了环保局认为 橡胶燃烧的黑烟造成了空污 将依空污法开发之外 经发局也查出这家工厂竟然没有合格登机 整间工厂已经陷入火海 大火夹杂了大量黑烟直窜天空 现场还不断传出爆炸声 消防队员努力洒水 但工厂内部堆放大量易燃的橡胶制品 火势很大 现场又缺乏水源 消防队连忙加派水车到现场支援 台中这间橡胶工厂在半夜一点突然爆炸起火 住在附近的业者听到警报声立刻通报 仍然阻止不了火势延烧 消防队从天黑抢救到天亮 努力了五个多小时才将火势扑灭 看到工厂复制一句 老板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起火原因还要调查 但环保局认为橡胶燃烧的黑烟已经造成空气污染 将对业者开罚 不完全燃烧产生很多的黑烟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根据空无法从中来做处分 另外进发局查出业者没有申请工厂执照 将会派人到现场查清楚 如果工厂有制造行为 却没有合法登记 也会开罚 欢迎请我连张春风 小玉台中报道